去到來到的時候不要 只要波速 一直都纏繞了很久 據說 跟贊助商的 分錢方面 有些不對 衰弱了運動員的利益 陶菲克方面 跟教練的選人方面有些意見 911 追回1分 追回1分 9比11 Serve Serve 2分 2分 很少見陶菲克 初的往前球 失威 12 這次的球 是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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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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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 1分 1分 不是第一時間推 1分 2分 剛才好好的機會都把握不到 現在又多送一分 曾經林丹的精力有鬆懈過下來的時候的中段 因為是兩分球 哎呀 前頭就送了三分 其實應該是一直保持著兩三分的差距 讓林丹這樣鬆下來 反而現在鬆下來的是陶菲克 完全你對著這麼當打的球員 不容許你這樣失去 哎呀 兩次 反而這些情況少見 因為其實他們這些球員都是會 因為打到這麼高水平 這麼超班 像李宗偉他們這些球員 對於自己的精力的狀態好還是不好 是很敏銳的這種感覺 他們控制不到 而且甚至不太察覺到 機會來了 追回近了 十三十二 起跳就適合殺時間了 但是殺出來的樂點不太好 還有的 好可惜 這個球很精彩很精彩 兩邊一攻一防 一人一次 最後陶菲在一個最漂亮的網前 跌倒下了網 好可惜 我看見我的表情 其實剛剛沒有過網 只差一點而已 六點過去已經是另一個故事 六點過去就追到差1分 現在變得3分 一來一會 莫非這次的賽事又是直落兩局 很有機會一直加快的林丹在後段 哎呀,又出界 李宗偉很喜歡去到這些位置加快速度 相當漂亮 14-17 哇,放回一個漂亮的網前球 真是漂亮到不得了 很厲害,他看到林丹在後段 又拋出去 拋到這個球的遠度 是圖菲奧都不太習慣到 其實圖菲奧都很有經驗處理這些球 圖菲奧這些網前,但都失威了 出界線 暫時的情況仍然是大好優勢,但林丹沒有什麼轉變 不覺得他好像想加快之類 不覺得他想加快之類 一路拉多拍 一路拉多拍 哎呀,手上球 殺得不算太邊 失去了 很有耐性的投手 19-15 始終都是林丹的突擊比較 成功率高 對呀,還有一路出現拉多拍 好像 這次 大部分時間都林丹是好優勢 通過多拍之後 通過多拍之後 嗯,很貴了 五個的 Champion Point 20-15 10對15 有五個的 決勝分 我相信都頗穩陣的了 哎呀,好厲害 這樣掙扎回來 結果林丹 無驚無險 21-6和21-15 直落兩局 擊敗陶菲克 即是林丹 即是近期打了一些比賽 只要參加就穩陣了 冠軍 右袋 還有今天呢 就 算是幾輕鬆 林丹 不是太大的難度 特別第一局 不用說 在第二局